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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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打字的时候就是 眼睛要闭上吗 还是说 你留几分 我觉得这个随缘了 这个也不是特别 你看你自己了 所以这有的是说 不要全部闭 我觉得从气慢 因为他要这个闭上跟增开 是从气慢的角度才有影响 那我觉得从气慢的角度 你不管你闭上还是半针 还是垂帘 垂帘就是增开 我觉得影响不大 对开启气慢炉影响不大 对开悟更影响不大 心性上更影响不大 他对气慢没影响就可以 但是他一定要垂帘 不能把眼睛增得很大 肯定是垂帘看着眼光 主要是心要静下来 我觉得如果是要求的话 肯定是心的要求更高 对心性上心要静下来 心要跟身体同在 这是最重要的打坐的要点 那他有一种比较方便法 就是说 刚开始的时候打坐的时候 那有一个一呼吸 一座佛号 所以你这样清楚清楚 也不是说要去看 你没有忘想的 不要去搞清楚 不要去搞清楚 不要去一定去搞清楚 你的呼吸是什么样子 只是跟他在一起就好 就是这样子就可以 就关注他 关照他就行 只是跟他在一起 你不需要去 就像你跟他在一起 不需要去了解他 只是要陪着 陪着你的呼吸就OK 然后呼吸自己会瞧 对对对 当你跟呼吸在一起的时候 呼吸一定瞧过来 自动瞧起来 你一刻也就是影响到呼吸了 对对对对 你反而去影响了 有些人他是打坐的时候 闭上眼境界很多 而且很多恐怖的境界 也就是闭上眼会乱想 那个时候垂帘会好一点 但是有这样 有些人闭上眼一闭眼 就看到很多恐怖的东西 或者是头脑很乱 那个时候就把眼睛吹下来 不要闭着 嗯 嗯 那一般我们 像那个 刚刚讲的这个赤地 嗯 从弦位一直到 呃 就是赤地到死地 一直这样上去 这个赤地 我们就不要管他吗 就是按照 师傅讲的 就是安住在 我们的基础里面 然后他一直 一直管他 嗯 我觉得你必须管他 不用管他 他也不可能有那么严格的赤地 因为末法师在住身修训 真的是 是俏要式的 因为大部分都是复习 都修都修过 生生修 有的就是中间又想起来了 俏要式的 嗯 就是就没有说很严格的 很一级级上去的那种 我看到很多人都不是那样修的 都是好像复习 有时候好像真的很开悟 什么都能说出几地菩萨的话 有时候他做事 有时候连出地也不说 就是他那种行为 包括他的可 就是语言界定 都是窍遥性的很大 嗯 就是这个时候 说明他生生事事修行过 他复习 复习有的能想起来 有的想不起来 嗯 而且在修正正量上也是 胡上胡下 嗯 有些都预计前他正到的境界 真的层次 你听他说层次很高 那不到那个层次 肯定正不得 但是他过两天他啥也不是 那就跟 他就是 这个电法性就一点没什么关系了 嗯 这个电法性就没关系了 没有就是他在正量上 他是胡上胡下 俏要式的 嗯 就是说明这些人都修行过 好 我修行过他就是保忍不住 嗯 嗯 那解释说有那个 就是说 哦我修到怎么样 嗯 那就跟法性不相应了 对对对 所以现在为什么我 我讲究就先从法华经开始学了 先从最高的 就是不按次第走了 就是把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你就是佛 你就是佛 然后剩下的都是不断地圆满这个国位了 就是你就就是一圈一圈这样子圆满了 对对对对 就像我说了 你就是个模拟主义 你一定给你放在那里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剩下的生生世世的 即义式的信息都是照过来的 照到你的柱子上 你反应不反应 好 你要出去 你要教证执着你就又出去流浪 就是按这个圈围绕着这个柱子 就这样子 就没有那样那次第那样走 嗯 就圆满你是佛的这个界定 好 你的行为 身口意 你像不像个佛 你是不是按佛的直接在做事 嗯 这个虽然要求很高 就是一开始大家觉得情内做不到 这个很好 但是呢 这个对很多就是学习过的 就是说复习的这些人其实蛮适合 对 你不用再让他走完龙 因为这样它是一种本营嘛 对 本营家一直是一直走 他一直在这儿等着 对对对对 他这儿没过 他搞不 但到最后 他始终这个圆满也是为了认知中间这个东西 嗯 这个模拟桌到底是什么 对对对对 里面有一个是有个东西还是没个东西 破有无嘛 对对对对 所以硬地就是硬地 就那样子 他一直安住在这儿 嗯 这个最高的籽 很深 对对对对对对对 最高的这个 最高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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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是复习嘛 这样子快 但这样子就是 就是比除小些 就是当开始 哎呀我去tsk 我就开去 我要求个私财法 你从那个 那个就卖 但是好像有法可疑 有一个东西能够抑制住 就有刺点 但是这种呢 就是他就觉得没有法可疑 就是没有一个形式 或者有时候抓不住重点 但是他只要在生活里面学习 不断地爱佛菩萨的知见 就这么不断地循环 就可以了 但这要提高得快 对 也是因为末法时代 就是我们这个时空 众生的修行的 修行的 他的一个 就是末法众生的需要 我们来设定一个学习方法 因为这个时空 佛法毕竟2600年了 太多众生都是修行过 都是再来的 再来的比较多 你如果还按最初的 从初学开始 就像小城 从世才法初学 就浪费太多时间 对他们是就浪费 走完了 所以似乎这个是从究竟 最究竟的 就是从上往下走 谢谢 谢谢 这个 就是不断圆满 早日就是圆满 如果每件事情 自己不管你去做 还是不过 甚至就是说上战场 我去上战场 拿着刺刀上去 我的内心是什么样的 就觉得说 就是说六祖说 你龙刀上 这个也能见空性 不是说你拿着刀上去 就看不见空性了 只看见仇恨 只看见敌人 是吧 也能见空性 那才是圆满 所以不断地远远 不断地远离 这些我们讲的 自然的 对对 我们心经讲的 有些是可以 有些是通过处理来决心 有些是入室来决心 对对对 就是每件事看你自己的 就是都是自己活的 有的拿起来 有的拿起来能借空性 有的方向能借 就是就要不断地去磨裂自己 这就是圆满的过程 对对 这个是大圆的法 其实到最后 没关系走哪个界地 也还是一样的 对对对 师父你讲这个是太好的 这个是等于是说 那个他们秘书讲的 等于是大圆满法的 一种类似就是这样子出去的 你想到了大圆满 所以其实不需要想那么多 嘿嘿嘿 把他什么都 是 因为大圆满法 他就是一直从这边 就是这样子 我有一些 没有听说今天这样讲 我以为师父还有在传一些 其他的法 其他的法是辅助 因为剩下所有的法门 都是他已经纠结进去了 执着 已经执着进去了 实在甩不掉了 就像沾到身上了 那就有很多法门来对 就像吃药一样 就是他 什么让你不死 让你去持戒 让你去修人数 那都其实是 那真的是是药 就是你已经执着 抓住这个东西 放不开了 就要粘住了 那用什么办法让你能够放下 或者让你在这里别借信 其实他是一个 剩下就一大堆法门了 这个不行是那个咯 这根本的就是你不到圆满自我的 这根本的就是自己的 自己的 那基础师傅 这个也是 这个获得他到世间 最大的一年就是这个 是啊 他就是度你成佛的 没有其他的任务 对 就是你最重要了知本心 就是这样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